就很压 hello大家我是小方 现在是晚上已经十点多了 然后明天因为要去 然后因为明天我要去上班 出时间拍视频 所以就打算今天晚上 来给你们录这个视频分享 而且我今天都没有 而且我今天都没有吃晚饭 最近就是一个很忙的状态 明天应该要去打那个疫苗 我挣扎了很久 我就是一直不想打的 然后最近不是说 就是什么六月就很难打什么 藤树也要打还是去打吧 最近是新录了 而且收到了一些很好看的视频 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夏天 就是我们美朋友们要穿吊带 穿短袖的时候 手指脖子耳朵 我们的朋友们把 然后这些视频 我就觉得夏天非常适合配上 很轻薄的衣服 那我们就在差不多时候 我们直接开始分享 那我在上一期视频分享 前面跟你们提过 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然后他们是主打做明星设计的元素 比较中性吧我觉得 他们家我这次一共是用了两条 第一条是这个双层的项链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它这个小装束的地方是这种静黏的 然后就会很亮戴起来 就很有高级感 粗中有细的项链就是它捏得很好 如果你搭配的比较中性的话 它就会有一点点女人味 因为这里有一条这种系练嘛 然后像我现在穿的这个裙子是比较有女人味一点的 戴着呢就又有一点点那种中性的感觉 就是还蛮百搭的一条 这个是我上一次买的这一条 这是一个F的字幕 就戴到现在也没有说像别的视频那样 都褪色啊什么的情况 我觉得质量还蛮好的 这一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款式 它是中间有一颗珍珠的这种 也戴起来就是很好看 配完全是金属链条的链子 也可以配珍珠的链条 然后我就搭一下珍珠的给你们看一下 先搞一个很大珍珠在锅子上 就这条跟珍珠的这种一起戴 就会显得很复古的感觉 取掉单带的话也是可以 就是比较 我觉得这两条都很好看 而且它主要是不挑 然后再买两条抽一根送 这个系列是主打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刺尖尖的这样的感觉 哎呦我会放一点 那我觉得特别的还好看 我喜欢饰品有一点点那种锋利的感觉 就是这一条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就是穿一个简单的白铁 然后中间有一个挂的 大概到胸口的中挂就叫做好看 这中间感觉有一个那种昆虫的身体 然后后面这样的小翅膀 这个翅膀上面还沾了一点 那种血液 就做得很精致 这条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它是比较夸张一点的那种类型 两边是有四根边 然后都是材质不一样的 中间也搭配了这个小木工的身体 这个戴起来会有一点像chocker的感觉 所以呢穿吊带就会很合适 这条我觉得就比较酷拽一点 黑色的吊带啊 或者是那种裹胸都很好看 接下来的这些是我最近录的觉得 就是很特别的一些饰品 这条是这个品牌送给我的一条 就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条 我喜欢这种 怎么说呢又可爱 但是又有点粗犷的东西 就我就很喜欢 当它是粉红色的 它又是这么粗的一个枷锁 就我就蛮喜欢的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带出去过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搭配它 有没有时尚达人 来回去搭配一下 给我看看 它就这样戴在脖子上 我觉得是很好看 你再去看你要怎么穿衣服 而且我觉得它可以当熟练 我一圈 这样 就很压 很轻盈的一条 这条是看到什么血压 它单戴感觉有一点点那个 蓝条 可能需要再搭一个什么 做一个推荐 推荐给你 三个这个很便宜的一个小玩具 然后它是一个火鸡包 然后它本来还有一个头的一个帽子 帽子也是这种毛绒式的 然后你要可以把这个火鸡的 尽头来盖住 外面便利店可以买到的火鸡 就是刚刚好的一个大小 它有很多个颜色不同的 我买了这个蓝色 就是配这种黑色的皮衣服 也会很好看 我旁边套了一个黑色的外套 看这张帽子都不错 现在都先头出了 就 这一开 这些是四个很可爱的戒指的 这四个都各有特色 首先第一个是这种 两个珍珠妥妥配一个链条 这很好看 而且这四个戒指都是开口的 第二个戒指是这样子 非常简约 然后又很有设计感 而且它这么一夹 就感觉把你的手指夹的 显得挺瘦的 我的手为什么没有 我的脸费这么多 都是这十只 感觉别的绝部都还好 怎么回事 这个是个小爱心 然后下面掉了一个小小的掉坠 这个呢就是一个绿色的 这个我今天刚带出去 它是一个螺旋型的绕上外 然后上面的绿宝石 这两个是比较Y2K的那种感觉 那大家一起都蛮好看 接下来是一堆这样子 有线型的 我们第一 这个是KBK的 KBK他们就做的都比较酷 比较拽 然后这个我当时一看我觉得好特别 跟它别的款式都不太一样 变量部分也有一点 那种小小的不纹激励 然后有特色一点 这次我就选了他们家 不特别一点的款式吧 就跟平时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的 这一条 之前我好像也发过小红书 就是这个项链和 可以在外星里的那条迭带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 是这样子垂下来的 这条很适合穿 是个大胸口 或者是身体这种衣服 有一个这个 趋势往下跌的 这种不同的性感 这些透明的戒指真的很好看 我写了女的手非常鲜 就是布丁布丁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三个好像不是一个品牌的 我平时会把这两个 给带一带一起 一个是被绑住的爱情 带来的是一个苹果 这两个我就挺喜欢的 我其实经常戴 然后这颗戒指就是一个很适合 凤凌的这种 是永远送的一颗小的 蝴蝶结这种什么样子 带上写的手 像果冻一样 很可爱 我觉得这个也是 接下来是一套戒指和这个耳钉 因为这一套是白天才收到的 所以我就补录一下 然后光线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我就觉得蛮特别的 它是这种黄色为主调 然后上面有一个透明的 还有两个黄绿色的那种宝石 因为它上面亮亮的宝石形状的 它是比较多嘛 然后戴上就觉得很闪 这样子 这个戒指戴十字眼很好看 但是我的手太胖了 就只能戴无名指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比较宽的戒指 它会显得你的手比较细 而且戴上会感觉比较气场 像如果手指线长一点的美眉 会比较适合那种很细细的戒指一点 然后戴这种也不错 戴上我们这些 嗯 说是比较健壮的美女呢 就更适合戴 戴后呢是一对耳饰 这个挺特别的 也是给台方送的 我挺喜欢它这个蓝色的 雅光材质的 然后会有一个渐变色的东西 里面是也是金属的饰品的色 蓝色嘛 夏天戴也是特别好看 戴上就是这样的样子 两边都戴上给你们看看 其实我觉得像夏天的话 而是可以稍微选择 颜色比较跳一点的 戴衣服会更好看 然后我经常戴的这两个圈圈 就是也没有什么品牌 就在淘宝买的很便宜 然后我是为了让他们不要缝住 因为我左边的这两个儿动 然后我一发烟 然后右边这个就还好 所以我老是戴两个这个圈圈 我之前看到有人在问嘛 然后就是很随便买的 好像多少钱 10块钱一个的那种 然后我脖子上这个呢 是周大福的 是我妈妈18岁的时候送我 对是我妈妈送给我18岁的礼物 所以我就一直戴着 然后我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 如果你们要问品牌的话 就是周大福的 其实我大部分儿是好像是偏成熟一点的那种 然后这次我特意选了 他们比较可爱的 然后另外这三个也是我在他们家选的 也是我耳朵上这种雅光材质的装饰品 这三个我是都还没有戴过的 就是这个样子 第一 就很像那个水果印堂 是一个这样的是绿色的发夹 然后这一套呢 我也会抽一个人送 开头的结尾送的这个呢 我会一个在B站抽 一个在某书送出 然后今天的视频箱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